眼看着美国确诊病例数位居全球第三 政府的政策又慢吞吞 自己的同事还因此去世 美国MSNBC主持人雷切尔·马多 在节目中一度语色 看起来要哭了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的数据 目前美国确诊病例数位居全球第三 近似于中国和意大利 据美联时报道 如今美国的确诊病例急剧增加 各州医院正紧急增加病床数 一些小地方的医院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医疗设备和防护设备严重缺乏 一名卫生官员表示 检测事件目前严重不足 有官员认为 疫情还在持续 高峰期或许还没有到来 可面对这一切 联邦政府的日常态度是什么呢 七个字概括 又有好消息传来 雷切尔无奈介绍 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 政府官员激情地讲述着 如今美国的呼吸机有多么充足 口罩和个人防护设备数量很多 还有传言说会有额外的生产 来供应这些产品 他认为只能说但愿如此吧 据微报报道 最近雷切尔的同事 拉里·埃奇沃斯 刚刚因新冠肺炎去世 在节目中提及这个消息时 他甚至快要崩溃了 同日雷切尔呼吁 如果总统再在关于疫情的问题上撒谎的话 记者们应该停止播报此类新闻 而据媒体Mediate报道 雷切尔解释 如果说并不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愤怒 只是认为 总统现在的失败太明显了 我们一开始就说过 不要看他们说了什么 要看他们做了什么 这是很关键的 当他说起新冠肺炎时 常常在说谎 而那些每天来自白宫的简报 看起来让人深受鼓舞 但凡其中有一点点在发生 那就太棒了 只可惜一切从未发生 我认为我们所有人 越早知道这一点越好 雷切尔的这条新闻 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 当地时间22日 特朗普再次表示 对美国战胜疫情怀有信心 不久我们就会庆祝这场伟大的胜利 当地时间3月13日 纽约时报记者唐纳德·麦克尼尔 曾在电视节目中 谈到中国的疫情防控 在6分钟内 条理清晰地介绍了 中国的检疫流程 从如何隔离到彻底打破传播链 以及如何保护医院资源不崩溃 当时雷切尔表示 民众肯定会把这一段采访剪出来 送到各地卫生部门 因为美国所做的和记者描述的差距还很大